第一百八十四集 棺材给盖住了 更要命的是 我还没回我神 棺材猛的一个翻转 连同着我一起 又翻了一个个儿 我眼前一亮 可还没来得及跑 又是砰的一声 这次居然是 被飞过来的棺材盖扣上 这下算是被彻底困在里面 什么也看不见了 只能听见他们 很小的呼喊声 我试着踢了踢棺材盖 看看能否踢开 可它丝毫不动 好在墨盒和背包还在我身上 我试着用墨盒弹了弹 可并没有什么效果 这下我是彻底没了主意 只好等他们来救我了 可奇怪的是 这时候外面居然静悄悄的 一点声响都没 我的心一下又悬了起来 出事了 我又踢了铁棺材盖 还是没什么用 忽然间我的头一下撞在棺材的一端 这棺材居然动了 我好像正朝着一个方向快速移动 而我的身子在里面颠来颠去 碰得我的身子伤疼 我试着喊了两声也依然改变不了什么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谁在作怪要把我带到哪儿去 一时间 我的心里冒出了一堆问题 在里面憋了好半天之后 棺材不知道突然撞击到了什么 停了下来 我的身子因为冠击 也再次撞在棺材的一端 我只感觉 我的身子疼得厉害 紧接着 砰的一声响 我眼前一辆棺材盖居然被人打开了 我没有质疑 眼睛虽然被刺得有点睁不堪 但还是抓住棺材边 一个翻身出来了 这依旧还是在树林里 在我旁边站着金属 他见我出来 惊喜地说 哎呀 你没事吧 我点点头说没事 然后他问这是哪儿其他人呢 他叹了一口气 说刚才不知道咋了 那三个棺材一下将你们三个全装了起来 然后我也被一团烟给迷倒 好在我身上的千人针刺我一下 将我给刺行了 我这才朝着一个棺材追 本来你这棺材速度也挺快的 我是没可能追上 可千人针针的线灵 我觉得身上充满力量 稍微一加速就追上你 然后用手指是一拍 棺材盖子就掉了 这不你就出来了 金叔的话说完 我是又惊又喜 赶紧问他那两个棺材和生上哪儿去了 他说没主意 只顾着追我这条棺材 反正只知道那两个棺材朝着不同方向滑走了 速度也非常快 至于那条狼他也没在意 那烟呢 你刚才不是说一团烟把你给迷倒了 是啊 就这一团烟给我迷倒的 刚才我身边可是只有那条狼啊 难道是他给我迷倒的 金叔说完 我点点头 说应该就是生生搞得鬼 这一路上他就表现得比较怪异 而且那会儿我也测试过 棺材是没问题的 周围也没发现什么 出了这一档子事儿 生生又不见了 这一事儿八成是跟他有关系 那狼不是你带来的吗 他还能害你 是啊 我也想不通了 他为啥要这样 不过根据他这几天的表现 他的嫌疑是最大的 好了 咱俩赶紧回去找找 看看能不能找到其他棺材 将他俩救出来 说完 我就和金叔开始原路反回 同时我也注意到了 金叔好像确实是变了 身形矫健了许多 两块石头隔着三四米 他只是轻轻一跳就过去了 连我都羡慕不已 下注到老朵多年 那种 祝福 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